举世瞩目的2020纽约秋冬时装周周四晚满落幕 为期11天的高档品牌陈衣秀 吸引了不少世界各地的设计师名人及明星到场 追逐2020时尚新风向 今年纽约品牌卡罗琳娜·海莱拉的新设计师韦斯戈登推出新作 它的设计大胆运用鲜艳色彩 采用了饱满的黄、蓝、绿、黑白映衬等大自然色彩 模特尔们一出场 在白色圆形场地的映衬下 显得格外清新让丽 提醒着人们春天正在悄悄到来 戈登选择在简洁的线条上 点缀奢华的细节 如袖子上蓬松的设计 或是带有折叠花纹的垂感质地连衣裙 大气而不失高端 海莱拉的同名品牌已经有近40年的历史 它的风格被不少明星追捧 当天到场的明星有德福卡麦隆 柔夏马美德、乔丹罗斯等 一般国际时装周每年以春夏和秋冬划分举办两次 纽约时装周与巴黎、伦敦、米兰时装周 并称为国际四大时装周 新唐人记者演习报道 也许好了 是的 toll 没错 呀 ス僕 是